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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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看著第二部分 《約心三觀》 前面《約法三觀》 我們就著整個宇宙的生物文像 歸納出三個要點 就是真地 俗地 跟中地 也就是我們從三個角度去觀察宇宙的真理 但現在我們有個問題 我怎麼樣去契录這個真理 我怎麼樣去證得這個真理 這是我們眾生想要知道的 法講得非常地多 非常地好 但是我們一個繁複的境界 怎麼樣能夠證得這個真理 俗地跟中地 這個就很重要了 所以這裡呢 天台中的志爾大師就告訴我們 去觀我們現前這念心 你去觀我們這念心 就能夠證入到中地 就能夠證入到實相 我們經常聽到人家說 這個人很有學問 那麼學問呢 以佛法的角度來看 有世間的學問 初始人的學問 兩種 那麼世間的學問呢 意理比較淺 它沒有像我們講到心性 講到因果 過去現在未來 講到空性 沒講那麼深 意理比較淺 但是呢 頭緒很多 千頭萬緒 是不是 我們說我們從小學 國中 然後高中 念到大學 研究所在博士 其實越念怎麼樣 就是越念越鑽 是不是 你念一個化學 念一個物理 就是越念越鑽 就是分析裡面的顆粒 或怎麼樣怎麼樣 就越念就 越鑽到這個裡面去了 然後千頭萬緒 你不一定找到一個 頭緒出來 好 那麼這世間的學問 那麼初世間的學問呢 意理深 意理比較深 好 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空性的禮儀 還有因果 你看因果深不深 因果很深啊 我們要曉得 今天啊 你為什麼投身在這個家庭 你的兄弟姐妹為什麼這些 為什麼你們的父母是這樣 乃至今天我們為什麼會坐在這邊 欸 這個過去生來講 都有甚深的因緣 不會無緣無故 就 大家坐在這邊 學習佛法 好 那麼這麼微細的因果道理呢 就非常的深 好 那麼所以說啊 出世間的學問呢 出世間的學問呢 它的意理深 那麼是 什麼呢 這條線索是什麼 偶遺大師說啊 就是 現前這念心性 你去關我們這念心 你就能夠了解啊 所有的事情 你就能夠明白啊 一切的事情 就關我們這念心就可以了 好 嗯 那麼怎麼樣去關 好 去關 哪一念心 好 這是 呃 很多人呢 最初接觸 接觸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關 現前念心性 好 這念心是什麼心 比方我們學過為世 有 前六四 對不對 還有第七四跟第八四 那是關哪一個四 好 對 關第六一四 就關我們現在的起心動念的這個心 因為第七四你關得到嗎 關不到 第八四關得到嗎 關不到 好 所以我們關的是第六一四心 就是你現在起心動念的心 好 你 專心上課的這念心 好 那麼打妄想的這念心 好 日常生活起心動念的這念心 第六一四心 就是關這念心 好 嗯 這個 《環境》裡面說到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現前這念心 跟十方諸佛的心 跟一切眾生的心沒有差別 都是一樣的 完全一樣 好 所以呢 我們去觀 既然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觀佛的境界 也可以觀眾生的境界 但是呢佛法太高 佛的境界太高了 那麼眾生的境界太廣了 好 不要說 九法界的眾生 我們就要 講我們人 道的眾生 那個境界太廣 人 各式各樣的人 好 西方人 東方人 中國人 美國人 太多了 那麼外在的 遺報環境呢 三合大地 聖人文像 也太多太多了 這還是人道而已 好 那麼畜生道 惡鬼道 那更多了 所以眾生的 法界太廣了 眾生的境界又太廣了 那怎麼辦呢 就觀我們現前這念心性 你觀現前那念心 那麼我們能夠去觀這個心性 就具足一切的佛法 環境要說到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界信 一切為心照 你要知道 要明白 過去現在一切諸佛 它是怎麼來的 因觀法界信 一切為心照 整個法界的體性 是怎麼樣呢 它的相貌是如何 一切為心照 都是我們的心 所變現出來的 都是我們的心 所創造出來的 這就是心法 所以說呢 世間的事物千變萬化 只是一條線索而已 那麼一條線索呢 又具足了千變萬化 那麼線索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前這念心 所以《維摩戒經》裡面說到 諸佛謝托 當於眾生心心中求 佛的境界非常的高廣 怎麼去追求 怎麼去正德 就從眾生的心去追求 去瞭解 那麼就我們現前這念心 好 那麼現前這念心 它的 情況是怎麼樣呢 體即法界 體就是本體 我們這念心 你打妄想的心 你念佛的心 你行善的心 造惡的心 它的本體就是法界 法界是什麼 整個宇宙 那麼它是法界的一部分 還是法界的全體 法界的全體 你那一念心啊 是整個法界的全體 不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是整個法界的全體 就在你這念心裡面 好 為什麼說現前這念心 它是 法界的全體呢 因為 在這個 放經裡面說到 一切眾生 既有佛性 那麼環心 也說到 心佛眾生 上有差別 所以我們的心 就是佛性 所以它就具足了 法界的全體 那麼 所以我們就是觀心 那麼從心的角度 從心的這個法 這個法 我們去修空甲中三觀 怎麼修呢 第一個 真地 也不離開真地 俗地跟中地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 一切法都不離開這三地 對不對 那麼心也是一切法 的一部分 也可以說它是全體 也可以說那一部分 那麼所以它也不離開這三地 那麼所以真地來講呢 是離一切像 當體即空 那麼一切諸法呢 離一切像 真心的本身呢 也是如此 離一切像 本體是空 什麼叫離一切像呢 你就記得 兩個部分 沒有時間像 沒有空間像 所謂的無時間像 所謂的無時間像 沒有時間像 《金剛經》裡面說到 三心了不可得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我們的心啊 非過去 非現在 非未來 怎麼說呢 我們說 我的心是過去的 但過去已經過去了 你抓不到 我們的念頭啊 一起來馬上過去 一起來馬上過去 所以過去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未來怎麼樣 還沒到嘛 所以未來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為什麼 因為沒有現在 它一起來馬上就會 一起來馬上過去 所以三心了不可得 所以我們的心呢 是過去無始 只講的是真心了 真心了 它不會局限在過去 過去沒有一個開始 那麼 從不一來呢 就在那邊了 那麼 未來呢 無終 未來沒有個終止 這真心 未來也不會停的 現在呢 無邊 現在這個心啊 沒有邊際的 現在來講 沒有邊際的 這是我們的心 所以沒有時間像 它不會局限在過去 現在或是未來 三心了不可得 所以沒有時間像 再來呢 沒有空間像 也就是呢 無有處所 形象 無有處所 形色 處所是什麼 就是地方 你心在哪個地方 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說我的心在裡面 但是你能夠知道外面的事情 你說心在外面 那在外面跟你這個身體沒有關係啊 不對 那阿蘭就說了 那我的心在中間 也不對 這是 就是我們家事啊 學家人眼鏡啊 就知道這個地方 所以心呢 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沒有個處所 它是 騙一切處的 真心 再來呢 沒有形狀 就是我的心是大的 是長的 是短的 是圓的 是方的 不對 你找不到 你去看那個心 我的心啊 是圓的 你說我的心是圓的 為什麼它是心臟 那不對 那叫肉團心 不是真心 你找不到 它的長短方形找不到 顏色 看不到 我的心是黃色的 是藍色的 是綠色的 是黑色的 你說這個人很黑心 你心拿出來看看 黑的嗎 不對 沒有黑的這個心 黑心是形容了 所以心啊 它沒有顏色的 沒有處所的 沒有形狀的 所以沒有空間像 所以這樣子 我們去觀這個心 感覺怎麼樣 沒有時間像 沒有空間像 所以密心了不可得 所以當初啊 這個禪宗的二祖 慧可禪師 他去見出祖 就跟大墨主說了 弟子心不安啊 我的心啊 不安穩了 我這個修道啊 掺掺很久了 找不到我的真心 所以內心不安 生死四大 好 那麼這個 達墨主就說 將心乃也未如安 你的心不安 那你把心拿過來給我看看 你把心拿給我 我幫你安心好了 好 這個是 慧可禪師 就是低頭 那麼 就在觀心了 觀一觀 找不到心啊 密心了不可得 就講出這一句 千古的名言 那麼密心了不可得 他發現這件事情 那麼大墨主就跟他講 已經啊 為你安心了 因為你找不到那個心 沒有時間像 沒有空間像 所以密心 不要不可得 那麼真心呢 沒有時間像 沒有空間像 本身是空的 本身呢 是沒有煩惱的 好 我們內心的煩惱啊 也是一塌起的 也是空的 怎麼說呢 你看我們現在說 起煩了 那麼有人傷害我 我就起來一個稱心 不高興的心 不歡喜的心 但是呢 條件一改變 我的煩惱就消失了 所以我們的心啊 本身是沒有煩惱的 沒有煩惱的 也是一塌起 條件一改變 煩惱就消失了 那麼實際上呢 這個真心啊 從本以來 從來呢 沒有跟煩惱相應過 從來都沒有 好 那麼我們為什麼 會有煩惱呢 那是我們的虛妄分別 我們的心啊 本來是沒有煩惱的相狀 也沒有業障的相狀 也沒有生死的相狀 涅槃生死等空花 當你站到涅槃的時候呢 也沒有涅槃這個事情了 你不會去執著 所以在金剛記裡面提到 這個出國的聖人 他沒有出國的相狀 乃至到阿羅漢 他也沒有阿羅漢的相狀 因為從本以來啊 煮法從本來長治極面相 就是安住在那個地方 不管是萬法也好 我們的心也好 他都是安住在他的本體界當中 沒有勞動 沒有染污也沒有清淨 是一種絕代圓農的境界 這是我們的真心 那麼說我們的真心啊 沒有煩惱沒有業障沒有生死 但是為什麼現在有煩惱有業障 也有生死輪回內 因為不能夠空 那麼為什麼不能夠空 就是前面我們所講的 因為我們執著外在的境界是真實的 執著這個假象是真實的 那麼當我們執著這假象是真實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本空的真心啊 把它給遮住了 給障礙住了 所以說呢 修行的第一步啊 就是講空 就能夠破除啊 對假象的執著 也就是呢 先把我們的心啊歸零 先它歸到原點 那麼第二個步驟呢 第二個就是觀俗地 我們心的這個俗地 去足十戒當體即假 這個假就是假有的意思 也就是換有 為什麼換有呢 我們剛剛說到原生的緣故 因緣所生法 我說幾十空 所以這個有雖然生出來 但是它是患有虛妄不死的 那麼我們的念頭一動啊 一個思想的活動 就創造了 十法界當中的一個法界 凡夫的念頭啊 是念念不停的 不是善就是惡 那麼生起了惡念 它就種下了三惡道的因 那麼我們生起了上中下三品的善念 我們就啊 形成了這個天人阿修羅的因 乃是呢 你生起了一念的平等心 要普度眾生 那麼就落於這個佛的法界當中 所以這樣說來呢 我們的生命啊 就是思想的活動 你未來的生命是什麼形成呢 就是你現在的思想 就是思想就是念頭 就是念頭 所以我們現在的起心動念 雖然很維繫 分分秒秒 插弄不停 但是呢 它就在創造我們未來的生命 未來的世界 所以說啦 這個生命啊 就是我們念念之間把它創造出來的 所以呢 當我們呢 修了空觀之後 把心歸零之後啊 接下來呢 就要修假觀 重新出發 那麼也就是呢 要關照我們的起心動念 我們的念頭 是死法界當中的那個念頭 雖然我們說業力嘛 業力招幹我們未來的果報 但業怎麼來的 你為什麼會去造二業 為什麼造三業 就是心的作用 我們起一個善念 要去布施啊 要去救濟啊 要去幫忙別人啊 要不要勸人家學法 你先有這個念頭生氣 你才會去做 二業也是如此 所以要先關照心念 關照我們的念頭 是善念還是惡念 這是很維繫 也很重要 它是一個根本 是一個基礎 那麼假觀呢 就是關照我們的起心動念 那麼這裡提到呢 具足死法界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心啊 各式各樣的心 各式各樣的念頭 能夠 產生了三二道的念頭 三善道的念頭 那麼佛菩薩的念頭 所以我們的心呢 就具足死法界 都在裡面 這是修假觀 再來是中定 集造同時 當體集中 這個當體 就是當下的意思 當下 就具足了 中定的義理 那麼這個 極啊 就是極靜的意思 造是觀照 極靜就是不動 觀照 它能夠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真心啊 是極而常造 造而常極 這就是當體集中 也就是呢 我們的真心 雖然呢 密是了不可得 但是呢 不可以說它沒有 雖然呢 我們的心啊 千變萬化 但是呢 你也不可以說它有 那麼這個心啊 我們做一個比喻 就像鏡子一樣 鏡子呢 在這邊啊 在那邊啊 是安安靜靜不動的 但是呢 它能夠顯現出 一切的影像出來 是我們的心 就是如此 但鏡子跟我們的心 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啊 這個鏡子沒有明了性 它沒有感覺 但是我們的心有感覺 好 你看我們的心 你現在想到 這個 紐約 紐約就在我們的心 跑出來了 你想到巴黎鐵塔 這個鐵塔就顯現出來 你想到北京 想到台北 它就顯現出來 它有這種明了性 它能夠感覺 它能夠看得到 好 那麼 急躁同時 就是空有不二的意思 好 那麼 雖然我們的心啊 離開了一切像 但是呢 它具足死法界 雖然具足死法界 但是呢 它又離一切像 好 那麼這就是去觀心 好 那麼什麼叫一心三觀呢 就是啊 我們去觀我們這念心 當體即空 當體即假 當體即空 當體即空假中 這叫一心三觀 那怎麼樣去實際操作呢 就是 比方 如果你要這樣修觀的話 你就 我們念佛 念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心比較靜 你之後就去觀心 你就觀 一 我的心 在內 在外 在中間 我的心 是長的 還是短的 是方的還是圓的 你看不到 你找不到 你就會發現 我的心啊 確實是 沒有空間效 好 那麼再觀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你去看這個心 你去看這個心 觀這個心 這是觀心的方法 那麼再觀 我現在會起心動念啊 有惡念 有善念 有菩薩的念頭 有佛的念頭 具足師法界 再觀 我的心確實是空有不二的 急躁同時的 它能夠極盡 好 你看我們的心能夠極盡 在極盡當中 你現在想 一個事情 它在你的心當中 就呈現出來了 很極盡的心當中 它能夠呈現出 一個法 乃至兩個法 三個法 一切的法 這就是急躁同時 那當然我們不是 參禪的人啊 我們不是專修觀的人 但是呢 你可以去體會一下 去觀一下心 讓我們的心啊 就會放鬆一些 不會那麼疲勞 要不然我們一天啊 早上一出門 跟外境啊 接觸很多 很疲勞 起心動念 所以我們回到家中的時候 修修空觀也好 一些煩惱就會降低 外面今天出去吵了一架 回來 修個空觀 那麼就是煙消雲散了 不會 就算沒有雲散 雲不會那麼厚 那麼這是修空觀的 你會降低它的力量 就慢慢的修 慢慢的修 所以要修一下空觀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要送心經 送金剛進 就是幫助我們怎麼樣 修空觀 那麼再修假觀 明白因果 關我們的念頭 那麼這是啊 簡單說啊 這個觀的方法 接著以二日常運用 我們明白這個空甲中三觀之後啊 怎麼樣去運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一樣 那麼也是空甲中三觀 那麼空觀呢 不著禁忌 我們對外在的禁忌啊 盡量的不去啊 執著它 雖然很難做到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去訓練它一下 你說很難做 你都不做 那不行 但是你現在做 起碼百分之一也好 那麼百分之一點一 一點二 慢慢進步慢慢進步 最後你就成功了 那麼第一個 不著禁忌 也就是呢 對這個外在啊 如意的禁忌 不如意的禁忌 我們都不去執著 那麼為什麼說不要執著 因為啊 禍福相宜啊 這是莊子所講的 好的事情跟不好的事情 其實一體兩面 它是同時呈現 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成語 叫做 賽翁失馬 焉知非福 每一件事情的發生 每一件事情的出現 都有它好的一面 跟壞的一面 好壞啊 同時存在的 這個意思 那麼賽翁失馬 可能有些人曉得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聽了很久 還是知道賽翁失馬 所以呢 焉知非福 但是我們這裡啊 就是稍微提提這個事情 古代有個叫賽翁的人 有一天呢 因為他的馬 從這個馬房裡面啊 跑了出來 那麼就越過了邊境 到這湖人的地方 就跑去了 鄰居啊 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啊 就趕過來安慰他 說不要太難過 但是沒有想到這個賽翁說啊 說不定啊 這是個好事情 過了幾個月之後 這匹馬又回來了 回來之後還帶了另外一匹馬 是這個 胡倫的那邊啊 他帶了一匹馬回來 那是一匹駿馬 很好的馬 那麼鄰居啊 聽說這個事情之後 就跑過來了 跟他恭喜 那麼這個時候啊 賽翁他的反應啊 就說了 這個白白啊 得到這匹駿馬 恐怕不一定是好事情 就這樣說了 那麼這個賽翁有個兒子 他的兒子很喜歡騎馬 特別喜歡騎好馬 之後他就騎這匹駿馬 駿馬 就到處跑啊 因為多了一部車子嘛 不開也是白不開 他就騎這部馬 就是在草原上奔死 結果一不小心啊 從馬背上掉下來 一掉下來 摔斷一條腿 腿受傷了 那麼鄰居啊 聽到又跑過來安慰他 哎呀 不要太難過啊 這個 這個摔斷腿啊 怎麼這樣就安慰他 但是呢 這個賽翁啊 就淡淡的說啊 說不定啊 這是一件好事 那麼鄰居想 這個賽翁可能啊 悲傷過度了 好 那麼才會說這是一個好事 結果過了兩年之後 發生戰爭 發生戰爭啊 就徵兵 很多年輕人啊 就要被國家 這個這個 抓去啊 打仗 那因為他 腿疊斷了一條 他不能夠打仗 他就不去了 那很多年輕人去 打仗的時候啊 就犧牲了生命 那麼 很多人就是陣亡了 所以從這個故事來看呢 好事不一定是壞事 壞事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叢林啊 以無事為心善 什麼叫無事為心善 就是以前聽老法師講啊 好事不如沒事 辦好事還不如沒有事 那麼多一次不如好一次 不過當然要看辦什麼事 所以呢 這個就是啊 我們知道 我們遇到種種的禁忌啊 我們的心啊 儘量啊 能夠啊 平靜 這是我們佛弟子啊 儘量去學習的 所以說呢 在人生當中啊 很多的事情 明明當中啊 自有安排 好 那麼一件事情啊 似乎似乎 往往 不是我們所意料到的 好 那麼應該怎麼面對呢 就是隨緣進分 你遇到這件事情啊 你就隨算這因緣啊 盡我們的本分 好 那麼進分之後呢 就隨緣了 就隨緣了 好 那麼遇到這個 沮喪的事情 不要太難過 我們去思維啊 人生不如意啊 十之八九 這古人講的 話很有智慧 十之八九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就五六件的話 還算好 好 還沒到八九 你就很高興 哎呀我還沒到 那麼遇到高興的事情呢 可以高興一下 好 五分鐘就好 那麼接著還是要去念佛 好 好 不要很高興之後 好 我先輕鬆一下 打開電視 那麼放鬆一下 好 去外面玩一玩 好 佛話就忘記了 好 所以高興的事情呢 我們就是 幾分鐘就好 接下來我們還是做功課 還是誦經啊 拜佛啊 念佛啊 讓我們的心啊 能夠安定 能夠寧靜 好 你看佛陀就是如此 好 佛陀不會說今天 有這個 國王大臣來供養他 好 他很高興 好 那麼就是 守主武道 好 教我們怎麼歸於他 好 那麼他不會遇到有人 毀謗他 他就很生氣 不會的 呃 他的心呢 都在寂靜當中 都在定當中 都安住在真如是心當中 好 這是佛的智慧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體會到 禍福相義 所以呢 不要執著境界 第二個呢 生死輪迴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執著這個境界啊 呃 我們就有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 就是我們的煩惱 有煩惱 就會造成下一次的輪迴 所以呢 我們的內心啊 要保持不動 然後 到底就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這樣去思維 第一點呢 就是禍福相義 第二個呢 呃 生死輪迴 有這樣的過患 好 呃 所以我們的內心啊 就要像 黑原品裡面所講的 好 猶如蓮花不守水 易如日月不住空 好 你看蓮花從這個水出來的時候 怎麼樣 呃 他不會去止做的 好 那麼 呃 太陽月亮在虛空當中很自在 他不會說 那我就住在這邊好了 不會 那我們就熱死了 不會 好 那麼 我們的心情人就是如此 禪宗講的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你常常去想這個道理啊 內心就會 會寂靜一些 安定一些 好 接著是假觀 就是發菩提心 好 呃 雖然禪宗說啊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但是呢 我們看虛腦上 禪宗的大德 他還是一樣 呃 他還是怎麼樣呢 三步一拜啊 朝山啊 呃 從這個 普陀山出發 那麼拜到這個 武台山 拜了好幾年 他的目的是什麼 要報答他父母的恩 好 他一生下來就沒有看到他母親了 好 那麼他想要超渡他母親 就用這個拜山的攻打來 呃 超渡他母親 好 所以說呢 我們還是要積極的去行善 積極的去激共內德 呃 那麼去積聚啊 我們成佛德之良 就是佛德之良 跟自衛之良 好 那麼他的原動力在哪裡 他的動力在哪裡 就是發菩提心 我們有菩提心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幫助眾生 好 我們看到眾生 呃 呃 呃 就是有難處了 有可憐的地方 好 有困苦的地方 欸 好我們就想去幫助他 好 那麼 就要清啊 清長的去串洗這個菩提心 那麼菩提心的前方便呢 我們要先升起慈悲心 好 要先有慈悲心 好就是慈悲心 要被人拔苦 好 那麼可以眾生快樂 好 那不但是 現實的安樂 還有 究竟的安樂 還要拔眾生的苦 不但是今生的苦 還有未來的苦 究竟的苦 都要拔除 好 那麼有這個慈悲心啊 慢慢我們就 能夠升起這個菩提心 這是修假觀 好 那麼中觀呢 你一向修善 好 你一向修善 這是金剛經的修學宗旨 好 也就是呢 空有不惡即照同時 雖然呢 我們要理一切相 但是我們還是要修一切善 好 你看佛陀是死法界當中 智慧最高的 正的空性是最深入的 但是他成佛之後 他有沒有講經手法 有啊 對不對 他是理一切相 但是他修一切善 要度眾生 就是菩提心 他在陰陰當中發的菩提心 策動他正的涅槃之法 不會安住在涅槃當中 不會像小成的行者 只有住在涅槃當中 所以我們要理一切相 修一切善 那麼修一切善之後 還要離一切善 離開一切善 不要執著他 好 那麼接著假惡 事修 事項上的修辭呢 第一個 實願功德 就是 事項上的修辭 就是時代運王 跟慈民念佛 那麼 時代運王的功德是什麼 這邊簡單的講 三個部分 第一個 積聚之良 積聚我們的福德 這兩個智慧之良 我們看時代運王裡面 第一個 李敬諸佛 第二個 稱讚如來 那麼 還有廣修共養等等的 這就是在積聚我們的福德之良 跟智慧之良 我們拜佛 佛是死法界當中最殊勝的境界 能夠燦除我們的罪業 能夠增上我們的智慧跟福報 還有廣修共養 廣修共養就是我們 各式各樣的共養 也是積聚我們的福報 所以 時代運王呢 第一個 他就是能夠積聚我們的智良 第二個呢 禁除罪障 那麼時代運王當中 有一個懺悔業障 就懺悔我們的障礙 過去生所造的惡業 第三個 增長無盡 就是我們所修的一切功德 能夠使令它 綿延不斷 永無止盡 這叫透過迴向 所以 第十是補戒迴向 那麼時代運王 有這三個功德 所以呢 能夠使令我們的功德增長 素器法界 那麼功德增加 就能夠讓我們快速的 契入到法界當中 第二個 念佛功德 那麼也是三個部分 那麼 念這句名號 它產生三種的力量 三種的加持 第一個是佛力的加持 消除業障 增長 符慧 念佛有什麼好處 能夠消除我們的業障 增長我們的福德跟智慧 在彌陀記裡面提到 多善根多福德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緣得生彼國 念這句名號 就多善根多福德 英光大師也說了 夜消至狼 藏盡福隆 夜消了之後 我們過去的二夜消除 我們的智慧就出來了 那麼障礙去除了 我們的福報就來了 所以消業障很重要 那為什麼要消業障呢 映主又說到 念佛方能消除業 結成自可轉凡心 我們念這句名號 就能夠消除我們術食的業障 能夠消業的 因為佛力的加持 那麼要怎麼念呢 結成靜靜的念 自成感通 我們誠心誠意的念 就能夠得到佛力的加持 我們的凡夫的心就能夠轉 為什麼轉 有智慧的嘛 凡夫就是迷嘛 沒有智慧 那麼轉凡成聖 就是 叫我們的智慧開發出來 就能夠轉凡成聖 第二個法力加持 彌陀名號即法界體力 我們說過 這句名號 阿彌陀名號就是無量光無量獸 也就是超越了 空間的限制 還有時間的限制 那麼一個法 它如果突破了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那麼它就是法界 所以呢 這句名的名號 它當體就是法界 那麼我們念這句名號 它就能夠得到這句名號的加持 這個法門的加持 法門力量的加持 這叫法力的加持 第三呢 心力的加持 念佛之心 全體法界 好 前面說到呢 現前念是法界的全體 那麼我們念佛的心啊 當然它更是法界的全體 好 在這個無神論裡面說到 法界原農體 做我一念心 我盡念佛心全體之法界 好 法界原農體 為什麼說法界是原農的 因為它超越了時間跟空間的障礙 好 所以叫做原農 原農 它不受啊 時空的束縛 所以叫做原農 好 那麼這個法界呢 就是我這一點心 那我們現在念的佛心呢 就是契入了這個法界 好 所以我們有自信功德的加持 就是心力的加持 佛性的加持 真如自信的加持 所以我們當念佛的時候呢 就有佛力的加持 法力的加持 心力的加持 好 所以能夠快速的契入到 法界當中 贈得黃金所講的一陣法界 好 那麼這四項上的修詞 就是修十大願王跟慈明念佛 好 那麼這個啊就是能夠幫助我們契入 這個一陣法界 好 那麼這個時間也到了 好 今天呢就說明到這個第一處 向下文常 賦予來日 回向